腿长一尾巴的漂亮女孩被老板赶上舞台 他们用女毛遮挡若隐若现的曼妙身材 这是每晚九点以后伦敦苏和区最精彩的演出 重规重矩的演员中一个女孩要么做错动作要么扮起鬼脸 她的逗逼表情反而吸引了众多男人的目光 他们纷纷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指手画脚 笑得前仰后合 表演结束后一个老演员疯疯活活找到女孩说 巴巴拉我们要发财了 台下的艺术指导伯纳德博盟要见你 惊喜至于巴巴拉才知道对方只是想找自己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另一个女孩告诫巴巴拉别理这个批调课 她是个瘾君子 不要用自己的青春帮她买单 谁知巴巴拉还没反应过来 两人就扭打在一起 她原本想拉架却一拳打在老板身上 老板在同样的面前丢进了脸面 不用说巴巴拉在这里工作的第一天 还没拿到薪水就又被赶了出来 她走投无路找到星探布莱恩帮她找份工作 却意外得知一个好消息 之前试镜的舞台喜剧让巴巴拉去世才子 然而当她兴高采烈上车前却意外掉了剧本 错过班车的巴巴拉拿着湿漉漉的剧本赶到时 编剧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在丹尼斯的说情下 大家才不再埋怨 编剧们表示这回她需要演绎的是和男主产生爱的火花时的心理变化 这需要足够的喜剧天分 还要表演出足够的张力 可这根本难不倒巴巴拉 她瞬间就进入了女主状态 巴巴拉在编剧的故事框架中加入自己的想法 她独特的创造力燃爆了谁都无法猜中的笑点 编剧也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她临场爆发的幽默挥席中 这是即使专业演员都需要长年累月的沉淀才能达到的高度 她先天的喜剧天分完全将男演员的光环强去 男演员表示其实她就演一个花瓶就好 这部舞台喜剧不需要她如此夸张的表现 这部舞台喜剧突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一关就是得到光明娱乐的负责人泰德萨金特的认可 他就可以正式加入这部喜剧舞台剧 他虽信心满满但同时也忐忑不安 丹妮斯说泰德萨金特多疑戒备心重 虽然编剧们都很喜欢你 可最后拍板的还是他 当然泰德也因为他的自大层拒绝了有天赋的演员 在他进入竞争对手的公司后 大红大紫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泰德见到巴巴拉并不是很满意 他表示虽然导演贝利尔说你的试镜表演很出色 但观众不一定会买账 巴巴拉则谦虚地认为即使自己没有被聘用 也不会像托尼汉考克一样跳槽给竞争对手做节目 这正戳中了泰德的痛点 他还是考虑决定给巴巴拉一次机会 他给丹妮斯24小时为巴巴拉写出新剧本 明天十点他会开一个唯独会在下决定 丹妮斯的团队立刻开始马不停蹄地讨论写新剧本 一个黑池女人能有什么故事 之前他只是个做拐棍堂的女工而已 他的心情也沉入了底谷 巴巴拉疲惫不堪地回到阁楼 却看到未婚夫来找他 对于巴巴拉挤在这么小的阁楼里 他异常心疼 他说自己现在有能力可以买个毒洞 不用和家里人挤在一起 艾登此行的目的就是带巴巴拉回去 他掏出准备多时的钻戒和巴巴拉求婚 这晚他们第一次用真心彼此托付 清晨艾登叫醒了巴巴拉 他才想起了早上十点的围毒会 他告诉艾登自己不能和他一起回黑池 这或许是他此生最大的转机 随后他冲出了家门 在车上他抓紧时间补装 围毒的开始时间十点已过 所有人都已坐在位置上 却依然不见巴巴拉的身影 泰德无法忍受一个黄毛丫头的忽视 他嘱咐丽贝尔给另一个女演员打电话 让他出演这部舞台喜剧 编剧们也只能替巴巴拉遗憾 丹尼斯马上开始演员对系缓解 经过之前的排练 他们很快就进入状态 轻松诙谐的表演让泰德耳目一新 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金发女孩 有种神奇的魔力 甚至他也莫名地喜欢上了 这个像林家表丝小妹一样的巴巴拉 他告诉贝利尔先不要打那个电话 但显然架子还要端着 他表示要考虑后再决定是否用巴巴拉做女主 巴巴拉非常感谢丹尼斯一直帮他争取机会 他给了对方一个深深的拥抱后离开了光明公司 几天后正当巴巴拉和马基以为房东来收欠费房租 而钻入桌子底下时 却传来了克莱恩的声音 房租有了着落 换洗衣机和烘干机的钱也马上到位 巴巴拉的梦想一点点清晰起来 然而新导演像个难说话的石头 无法听取别人的意见 他因巴巴拉挡住机位而大发雷霆 他还嫌剧本写得又臭又长 编剧的台词没有新意 公司宣传部给巴巴拉特意安排了一次采访 这本樱桃杂志的读者多为年轻女性 有很多时下热点八卦和着装等内容 记者丹安娜在聊天中告诉巴巴拉 她是伦敦地窖的会员 随后还将电话留给巴巴拉说以后有空一起去玩 那是伦敦最火的夜店 第二天丹尼斯带巴巴拉来到一间独立的化妆室 这是特意为巴巴拉准备的 她一场感激丹尼斯对她所做的一切 谁都能看出丹尼斯爱上了巴巴拉 从见到巴巴拉的第一眼起 丹尼斯一直毫无回报地在帮她 化妆师按照导演的要求给巴巴拉穿上谨慎性感的演出服 然而巴巴拉却表示她要演的是一名清洁工 有谁会穿这样的衣服打扫卫生 喜剧之所以有人喜欢全是因为那些不完美的角色 最终巴巴拉穿上了舒适的家居服登上了彩排的舞台 可晚上她却得到一个噩耗 父亲身体不是晕倒 巴巴拉告诉姑妈她明天无法赶回家 周六一早才能回去 终于迎来了第一场正式表演 还没开始就从后台传来别人打赌巴巴拉演出一定会搞砸的嚼舌音 几个编剧又赶来说想临时改下开场白 幸亏对手戏男演员说 她可是第一次上场 别给她找麻烦了 编剧们才停止了改动 丹尼斯给紧张的巴巴拉鼓劲说我不会选错的 观众全部入座 主持人先将场子炒热 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巴巴拉却发生了突发事件 她内分泌紊乱提前一周来了月市 血字染红了她的裤子 主持人使劲浑身解数 延长时间期盼她赶快上场 几个编剧也敲不开她的房门 导演开始骂她八倍祖宗 巴巴拉没带卫生巾 也没有准备备用的裤子 观众们迫不及待地等待开场 一时间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